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这里 老师真是了不起啊 看来我是一辈子也达不到老师这样的水平啊 你这样想就错了 老师也不是生来就会写文章的 学习是一个积累知识的过程 你不可能一天之内把所有的书读完 更不可能一下子把书里面的内容全部掌握 就算水平再高的人 他的知识也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荀子和学生走到窗边 看到一个石匠正在一凿凿的雕刻一块石头 你看那个石匠 他正在凿刻一个雕像 他每天这样一凿一凿不停的雕刻下去 就算那块石头再坚硬再巨大 也会被他雕刻成精美的雕像 但是如果他中途放弃了 就什么也不会得到 老师我明白了 窃而不舍 窃是雕刻的意思 舍是停止的意思 这则成语的意思是 不停的雕刻 比喻只要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 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